作词 李宗盛 修法言傲子望尽樊元观 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逆流时心的第六 发菩提心 今天这一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逆流时心 第七 断耳修缮 发菩提心 这个在观经敬业三幅 第三幅第一句就是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读诵大圣 劝进行者 那么断耳修缮跟深信因果 有很密切的关系 如果不能深信因果 也很难做到断耳修缮 这个断耳修缮做得也不圆满 所以这个逆流时心 第一个就是深信因果 那么发菩提心跟深信因果 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一个人真正觉悟了 他才能够深信因果 深信因果才能断耳修缮了 所谓诸耳莫作 众善奉行 戒律的精神 就是这两句 诸耳莫作 众善奉行 那么断耳修缮 在佛经讲的很多 如果没有读很多佛经 那么我们一般大概知道的 就是这个十善十二 断十二修十善 那么十善十二呢 是一个纲目 这个纲还有细目 下面还有详细的 一些科目 我们同修 常常参加三十系念法会 三十系念 这个每时都要唱一遍 忏悔记 往昔所造诸耳叶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一役之所生 经对佛前求忏悔 这个忏悔记 往昔所造诸耳叶 从现在 过去的 那都是往昔 比如说 昨天 也是往昔 往就是已经过往了 昔就是过去了 也就是说 现在 那么过去的 这些时间里面 所造 的诸耳叶 往昔所造 那么往昔 所造的各种耳叶 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耳叶蔓延不断 过去造 现在造 未来也造 未来也造 那么现在正在造的 或者还没有造 那将来呢 是还没有造了 所以这个诸耳叶 就主要是讲 已经造了 已经造过的 所以往昔啊 往昔就已经 过去啊 有造了 各种耳叶 皆由无始 贪嗔痴 他的耕连就是 贪嗔痴 恶业很多 那耕连啊 都是从 贪嗔痴 发展出来 重生 以欲之所生 这个 十善 十恶 我们的 行为啊 就是这三大类 身体的行为 身体造作 杀到瘾 口的行为 妄语 其余 两舌二口 义的行为 贪嗔痴 这称为 身口义三叶 造作恶业 如果反过来啊 那就是 善业 就是十善了 那身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瘾 口不妄语 不两识 不二口 不吉 义 不贪 不撑 不吃 那十恶业 反过来啊 就是十善业 所以逆流 十心啊 第七啊 断恶修善啊 就是要把 十恶业 把它 逆转过来啊 变成了 十善业 那么断恶修善 经典讲的 这个十善十恶 是一个总纲领了 那么详细啊 大家可以读 太善感应篇 那么 太善感应篇 有 姬善章 诸二章 那列出来啊 就很详细了 那另外呢 一部 了凡事训 改过之法 改过就是断恶啊 积善之方 就是修善 教我们怎么 认识 善 怎么修 所以这个也是要学习的 我们才 认识啊 什么是真正的好事 也才能啊 真正啊 去修善事 去做善事 如果对这个善 认识不清楚 往往把假善 当作真善 那赵恶业 自己不知道啊 以为还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这个 了凡事训啊 也是一部 不可缺少的宝典 这阴光主持提倡的 了凡事训 太善感应篇 再来呢 就是安事前书 清朝康熙年间 周安事居士 他 编转的 引用啊 这个 儒士道三教经典 来注解 文昌帝君 殷智文 那么第二件啊 万善先知 讲这个 借杀生的 第三呢 玉海悔狂 讲戒血淫 第四件啊 虚归直指 岛归净土 所以这部也是 很稀有的宝典 那印光主持对这个 安事前书啊 这个评价 非常之高了 所以印竹讲啊 这部书啊 可以作为啊 传家宝典啊 传给子子顺顺 那么这个三部书 都讲 断恶修善 深信因果 断恶修善 首先要深信因果 要认识因果 认识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如果善恶 是非颠倒 就变医痴啊 就招恶业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经典是我们 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 印竹提倡这三本书 那么十善烈道经 还有瞻查三二叶报经 地藏菩萨本念经 大圣地藏十轮经 我们现在读诵的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那么二十四品 二十五品 讲到修十善 三十三到三十七品 讲这个五戒 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把那个恶转过来 就是善 这个五品经 也讲我们现前这个 娑婆世界 五卓二十的现状 也讲得淋漓尽致了 那这个都可以 互参 这个都是有帮助我们 断恶修缠的 所以这个第七呢 断恶修缠 这个要行动 也就是说 要有具体 去 断恶修缠 过去所造的恶业 杀盗淫忘 贪嗔痴慢 嫉妒障碍 都是干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啊 自信里面没有的 一定要把它断掉 那么这里讲的 这个也是 一个总纲了 详细来说 续目 详细的 科目 续目 这个我们要知道 也才 知道啊 从哪里断恶修缠 要断什么恶 修什么缠 那么 佛讲啊 时善时恶 在瞻查善恶业报经啊 佛就给我们讲 言时善啊 就含色一切善 凡是属于善的 那么都归到十善了 好的 善的归到十善 反正不好的 恶的 通通归十恶 属于十恶 所含色的 那么我们读了 瞻查善恶业报经 这一段的经文啊 那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 所以过去有人 受了五戒 那么五戒呢 那前面大家都很熟悉啦 不杀身 不偷到 不邪淫 不忘礼 不饮酒 那这个 第五条啊 不饮酒这一条啊 那很明确的 佛规定啊 不能够饮酒 那么有人就说啦 那佛只有规定不饮酒 我只要不喝酒就好了 我受了五戒啊 我不喝酒 但是佛没有规定啊 不抽烟 所以我抽烟 我没犯酒 我抽烟啊 不是坏事 那么这样的解读啊 如果没有看到 瞻查善恶业报经 这一段经文啊 一般人也认为是这样 没错啊 那佛只有规定不饮酒啊 没有规定 不抽烟啊 所以 受五戒啊 不饮酒就好了 那抽烟没关系啦 抽烟没有换戒 读了 瞻查善恶业报经 这段经文啊 那 我们就很清楚啦 这个 凡事不好的 都归十二 好的都归十三 那抽烟好不好 饮酒乱性 会失去理智 造出恶业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好 那抽烟好不好啊 抽烟也不好 空气污染 对身体也不好 那也会影响别人啊 那这个 也是属于恶 不好 那这个也是属于恶不好 那这个也是属于恶不好 所以受了五戒不饮酒 那这个也包括不吸烟 那还有包括呢 不能吸毒啊 你总不能说 这个 酒不能喝 那毒那没有关系啊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啊 吃什么摇头丸啊 这个 安非他命啊 吃麻烟等等 这个吸毒品啊 那这个也会让人 丧失理智的啊 抽大麻 多人丧失理智的 都是危害身心健康 危害社会的 那么凡是这些呢 都属于第五条 不饮酒届这个范围啊 属于这一条界所含设的 那只是以一个酒来代表 因为酒喝多了 大家都知道呢 会乱性 像现在这个酒价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划得很重 为什么划得那么重呢 喝酒也不是杀身啊 酒都是植物酿的啊 那为什么 喝了酒 佛把它列在这个重界 现在很多国家呢 几乎所有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呢 对这个酒价 你酒喝太多了 去开车啊 这是重罚的 甚至要判刑的 因为它会造成啊 公共危险罪 酒喝多了 这是失去理智的 有一些人啊 没有喝酒 他一个人好好的 酒一喝发酒疯 打人杀人闹事 那你开车 那很容易出车祸啊 因为他会丧失理智 那么我们看看 吸毒的人 他会不会丧失理智 一样啊 甚至更严重啊 比喝酒更严重啊 那吸毒吸到情家荡产啊 损害身心啊 酒这条界是属于 这界预防的啦 他不是杀生 也不是偷盗 也不是邪淫 也不是妄语 他本身没有这个罪 但是呢 因为你喝了酒 吸了毒 那你失去理智 你就会去 造杀到隐忘这个罪业啦 预防你去造这个罪业 那比如说你喝了酒 酒驾 喝酒的喝了醉心心 然后开车 那出车祸 你把人给撞死的 那这个是杀人啦 就杀生啦 过失杀人啦 那就犯了这个 这条界啦 那所以 酒 他不是 性罪 他是知罪 预防的 知就是预防 那他本身是没有罪过 但是呢 预防啊 你酒喝多了 你去造那些杀到隐忘的罪业 你没有喝醉酒 你不会去造 喝醉了 施济理智啊 那什么事情你都 做得出来 所以佛才把这个酒啊 列为重界 那不过这条界呢 有开源的 你喝了 不醉 好像现在这个酒驾 测这个酒精的成分 他也是一个限度 如果很轻微的 那个也就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很重的你会 让你精神仿佛了 那个就不行了 那这个就要罚了 所以在五戒相经煎料里面啊 酒这条界他有开源 就是一个是 药用 非酒莫了 就是这个药啊 必须有酒做药饮 没有用酒 他这个 这个药啊 起不了作用 那个身体啊 治病的需要 那这个是可以的 像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 在讲习当中常常讲 年轻的时候刚学佛 常常到试验 看到这个牢上 七十几岁了 那每一餐啊 喝一小杯的酒 他觉得很奇怪 出家人不是不能喝酒吗 后来到台中联社啊 亲近血如老人啊 他就把这个问题啊 向血如老人 李老师请教啦 那些年纪到了牢上 为什么 吃饭的时候啊 他喝一小杯的酒 那么李老师就给他讲啊 他说他那个是当药用啊 因为年纪大的人啊 血液循环啊 就不如年轻人啊 所以他 一餐啊 每一餐吃饭啊 喝一小杯 帮助他血液循环好一点 老年人啊 那有一些老年人他怕冷 喝一点点补酒 那个是 这个是等于是当药用的 不是喝着玩的 喝到醉惺惺的 然后到处闹事 那个就换戒了 那么在僧团里面啊 这个戒的开源啊 那就是伯仲方府 伯就是说 你要跟大众注重报告啦 那你 你为什么要喝酒呢 你要喝多少 那什么时候喝呢 比如说药用啊 要跟大家报告 那我这个是当药用的啊 那不是喝着玩的 那么大家看到呢 那你是真的是当药用的啊 那不是呢 没事啊 贪杯啊 喝得醉惺惺的啊 那大家同意了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开源 那他就不叫犯戒了 开源 另外呢 做菜 在五戒相经煎料啊 做这个菜 这个菜啊 当中放料酒 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啊 都是蔬菜 那有一些蔬菜啊 那个性质就比较偏寒 像大白菜啦 萝卜啊 这一类的 那个是比较寒凉的菜 所以 有时候做菜啊 加一点料酒 这个 减低他这个 良性 就中和一下 那喝了呢 你不会醉 不能加太多 那加太多呢 喝了 那跟喝酒一样啊 喝了点红红的 这个 如果开车的话呢 肯定被处罚了 这个五戒 从这个小圣的戒来讲 但是五戒也有大圣的戒啊 那么大圣的戒 跟小圣戒开源 他的定义又不同了 因为小圣的戒呢 他是属于指词戒 指词就是 要求自己的 禁止的 那么大圣的戒呢 有指词有作词 但小圣戒也有指词 也有作词 但是他这个指词跟作词 通通是针对自己 大圣菩萨戒呢 他的指词作词啊 指是对自己 也对别人 作词啊 也对自己 也对别人 因为菩萨呢 发愿啊 要行菩萨道 要自行化他呢 有哪些境界不能违患 还有呢 你能够利益众生的因缘啊 你就要去做 这个叫劳益有情界 劳益就是 给众生利益的事情啊 有这个因缘 你要去做 你要去帮助众生 因为你发了这个愿啊 发了这个愿 受了这个菩萨戒 那 遇到有利益众生的因缘 你不去做 那就换戒了 这个戒叫做词 你应该去做的 你没有去做 那就换戒了 这是大圣菩萨戒 所以大圣菩萨戒 比如说我们挤出 这个云九这一条来讲 他的开源啊 那 这个解释跟小圣 五戒的解释就有所不同 那小圣啊 他只是讲 我们自己吃饭 做菜 或者自己身体的需要 这个 当药酒 当料酒 不过量 喝得不醉 那这个可以开源 那么 以大圣 这个教理来讲啊 如果你遇到有利益众生的因缘啊 那你就必须开源了 开这个戒 所以这个戒有开则慈犯 不是死死板板的 真正懂得开则慈犯啊 那我们 就会很乐意啊 去受戒 去持戒了 原来佛定这个戒啊 那不是宗教式的戒条啊 它是合情合理合法啦 佛佛佛佛啊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死死呆板 那么恐怖啊 所以去受戒要 懂得开车慈犯 如果不懂得开车慈犯 没办法慈戒啦 那么大圣的这个开源 我们也提出我们敬老和尚 在很多年前啊 他在讲习当中也讲过 这个总有二十几年前的往事啊 有一次他到北京啊 那个时候这个 房念老还在 这个总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应该有了 房念老还在 房念老是九二年了 一九九二年往生的 九二年之前啊 三十年前啊 他这个 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啊 常常到北京去看房念老 那么有一次到北京 去住一个宾馆 一个饭店 那个大概是五星级的啦 那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啊 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 这个同修是大陆的同修 像在美国认识的啊 那么他的儿子啊 娶一个日本的小姐 那么在电梯当中 不娶而已啊 碰到了 那这个这个老机是很欢喜啊 哎呀 这里碰到进攻法师啊 碰到师父啊 很欢喜啊 今天是他儿子大喜的日子啊 那在电梯碰到了啊 就马上就邀请了 那晚上啊 请师父来给我儿子媳妇啊 做个证婚人啊 那跟大家讲讲讲讲几句话啊 正婚人 那我们师父上人啊 一口就答应了 但是那个临时的 临时的呢 那天碰到了 那也 没有准备素菜 那所以参加那个宴席啊 大概只能吃肉饼菜了 而且当正婚人 那还要啊 倒一杯酒啊 跟 新郎新娘的 这个这个父母 那跟这个来宾啊 敬酒 那么当时接受邀请的 那宴会很大啦 邀请这些高官啊 领导 来出席 那日本方面啊 女方啊 那么也有这些 有头有脸的人啊 都来参加了 亲友 所以我们师父 遇到这个阴廉啊 积不可施啊 这个机会不能让他失去 平常啊 你要找这些人来 跟他讲几句佛法 那不可能 今天这个阴廉啊 太殊胜了 因为当正婚人 他要致辞啊 要讲话啦 他就在致辞当中呢 把这个佛教 介绍给大家了 让大家对佛教 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概念 这个就把佛法 弘扬出去了 平常你要找这些人 到哪里找啊 你请他也不会来 今天这个阴廉太殊胜了 佛菩萨安排 那所以跟大家敬酒 他老人家也跟他喝啦 当然那个 酒不是很多啦 喝了一小杯啦 那这个 这个叫开言 这个是大圣 戒的开言 因为要利益众生啊 那如果他 老人家当时 哎呦我这个 持不饮酒戒 我不能参加这个宴席 那么那一次啊 跟这些 高级领导 这些外国的贵宾啊 就没有言啊 去给他介绍佛法了 这个机会就 就丧失掉了 也就是说 劳益众生 的因缘啊 你 不去做 这个也是犯戒了 这个叫犯了 做辞戒 你应该去做的 你没有去做 那么在那样的情况啊 那你要开言 你才有办法去 利益众生啊 把佛法介绍给众生啊 如果你不开言啊 你就坚持 我守这个戒 那你坚持守这个戒 只有守这个小圣戒 就守小圣戒 自利 没有利他啦 但菩萨戒呢 你要自利 要利他啦 利他也是自利啊 所以同样是五戒 杀到云忘久 小圣的五戒 跟大圣五戒 他开言也有不同 那么大圣菩萨戒呢 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 那你就必须开啦 你要去帮助众生啦 那如果 有这个因缘 你不开戒 你去帮助众生 那也是犯戒啊 不是说 那个戒通通没有开 就不犯戒 不是这样的解释啊 应当开 你不开 也是犯戒 不应当开 你开了 那当然是犯戒 所以在什么样的情况 应当要开 什么样的情况 你就 要持这个戒 你不持这个戒 那就换戒了 这些都要懂 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啊 那么在佛门具体讲究 五戒十善 断十恶修十善 那么详细讲的经典就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是讲因果的 讲断恶修善的 专查善恶月报经 善恶啊 十善十恶啊 大圣 地藏十轮经 十轮就是十善十恶啊 那其他讲十善十恶的经典 很多 那么十善列道经 那当然是一部比较明确的 就是专讲十善 那十善啊反过来就是十恶啦 但是十善十恶啊一展开 那这个层次很多啦 从凡夫到成佛 也离不开十善十恶 所有的戒 小圣穴大圣戒 初世间的戒 世间的戒 离不开十恶十善 同样是这个名称 这个名词 但是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啊 那么他的解释定义也就不同 你在哪个层次 该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这些我们统统要明白 那么目前我们要做断 从断恶修算开始啊 我们可以从派上感应篇 现在呢 我每天都带同修 读一遍太善感应篇 先读诵读得很熟悉 然后在生活当中啊 不断的去检点 哪些恶的我们要断 哪些善的我们要修 像感应篇这样 积善这个积善章 那那个就是善 那些列出来了 就是要去做的 要去修的 书二章啊 列了一百七十几条 那个要避免 那个不能去造 那么了凡事进啊 改过之法就是断恶 积善之方就是修善 这两篇也非常重要 再补充这个安世前书 那么我们对断恶修算啊 就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知道啊 应该怎么去做法啦 所以断恶修算这个功课 是我们当前的一个主要功课 我们念佛人啊 断恶修算啊 也帮助我们 念佛功夫 增长得力 我们修竞中的同修 修竞徒啊 宗旨就是信愿行 真信发愿求生西方 行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佛 那么这个行叫正行 我们正行就是念佛 那么住行啊 就是这里讲断恶修算 这是住行 住行啊 帮助我们这个 念佛正行功夫得力 对我们功夫得力有帮助 那什么叫功夫得力呢 福佛就是功夫得力 我们一般讲功夫成品 断恶修算啊 帮助我们念佛达到功夫成品 那这个很重要 那么以上讲这个断恶修算 那其他我们还有 相关的点击也要学习 像我们老上提倡的地质规啦 那也是一个善恶标准啦 伦理道德啊 地质规 包括呢 我们敬老和尚啊 这些年在 法国巴黎啊 联合国教科院组织 优先推出的 勤书制药360 从勤书制药 结录出来了 现在结录的四册 每一册都有360条 劝大家呢 一天学一条 那现在我们一天呢 也跟我们 同修啊 学习一条 那这个也是帮助我们断恶修算 勤书制药 地质规 道家的太善感应篇 了凡事性 安事前书 那佛家的呢 这个吉凶经啦 还有这个 国际血路老人啊 编的这个常理举药 这个常理举药啊 也等于是一个戒律啦 礼节啊 儒家讲礼 佛讲戒 所以阿兰问世佛 吉凶经 佛给我们讲 红从礼利 红是红阳 从是推崇 尊崇 利呢 是戒利 戒利为义 佛们讲戒利为义 那儒家呢 讲礼 礼业 礼业 所以阿兰问世佛 吉凶经 佛给我们讲 红从礼利 红从这个礼节 礼业 这个礼啊 有三礼 有周礼 七礼 礼记 那么礼老师 从这个礼记里面啊 揭露出常礼举药 适合我们现代人来 修学 这个也是一部很重要的 我们也不能疏忽了 这个也是包含在这个断恶修缠的范围 要学礼 另外一部呢 许如老人在九十二岁时候讲的 伦理讲记 他没有讲完就往生了 他讲的这一部伦理讲记啊 就是帮助恋头同修啊 提升功夫的 那这个也是断恶修缠的一个 很重要的宝典 那这些书 我们都要学习 那包括呢 我们这里介绍多一点 像 元寿药园啊 那这个也是可以普及化的 元寿药园 还有这个 蔡庚园这比较深一点啊 也很重要 蔡庚园啊 这个 一篇续文啊 这个通离法师 写的 有 有这个长老送给他啊 那么他 他 不知道他的意思 后来历任啊 重要职事 做当家啦 那整个身心都累垮了 后来呢 这个精神比较好的时候 才拿来看看 原来才发现啊 这本书啊 等于代替佛的借励啦 敬于力啦 所以蔡庚园这本书啊 也是非常好 另外就是 《隔岩连壁啦》 洪毅大师 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隔岩 他从隔岩连壁啊 结录出 隔岩别录 也适合我们 学佛同修来学习 那比较 比较少 那印光祖师 也很推崇这个 隔岩连壁 这是儒家的 但是没有门户之鉴 这对大家呢 断岩修缠有帮助 这个无论 哪一个教讲的 我们都可以 互相学习 达到啊 严满的断岩修缠 所以这个断岩修缠啊 也不是 讲一讲念一念啊 我们要 多学习 而且要有具体行动 去改过 修缠 才有真正的效果 好 我们接着看八 首富政法 中国五千年来 传统的文化 就是政法 就是我们的道统 中国人口很多 福源很广 五千年来啊 长治久安 理义之邦 和谐是会 这个怎么造成的 关键啊 就守护政法的成就 儒是政法 这个儒从汉朝啊 刘邦建国啊 刘邦接受懂 众书的建议 在诸子百家呢 推崇啊 儒家 孔末 这一家 后来编这个四书五经 十三经 以这个儒家呢 作为国家教育的 根本基础 一个正统 儒是政法 道是政法 道是道家 儒家代表是孔末 孔子孔子 他代表儒家 那道家的代表是老子 老庄 老子庄子 那道家的经典啊 有这个这个 道德经啊 清静经 还有我们现在呢 读诵的 太上感灵篇 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 三个根 儒家的地子规 道家的太上感灵篇 佛家的十三叶道经 那这个 儒是道啊 这三个根 都是正法 我们牢上这些年 都在推 这三个根 所以这个儒是道啊 儒是国家一个 规定要学习的教育 佛根道呢 那是社会教育 担任社教 教化社会大众 那儒是国家办的主流教育 佛根道 属于社会教育 来补助这个儒的主流教育 所以历代的帝王啊 没有一个不扶持的 没有一个不认真学习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历代的帝王 对佛法 对卢士道都通达 你看最近的 就是这个 乾隆 雍正 康熙 这些 对佛法都很通达 特别是雍正 他是开悟的 他不但通达 他也开悟 非常难得啊 那么再往前 清朝 以前明朝 元朝 都是信佛的 皇帝都信佛 宋朝 唐朝 在上纪啊 这个 南北朝 梁武帝 那这个 这个很有名的 梁武帝啊 提倡述史 他自己也会讲经 建了四百八十座的试验 安顿出家众啊 二十多万人 帝王 都扶持啊 都扶持正法 那么他要扶持正法 帝王本身 他就很认真学习 他不认真学习 他怎么 能够去守护正法 他自己不认识 他当然不会去扶持啊 他自己本身 学习 真正认识 这如是道 真的是 安邦定国啊 这个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啊 那要扶持这个啊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啊 他本身自己要学习 他才认识 他不学习 他不认识 不认识 当然他 不会去扶持 唯有自己真正认识了 他才会 尽心尽力来 守护正法 知道这个重要啊 那么 发菩提心断恶修缠 就是守护正法 这是守护正法 具体的落实啦 发菩提心自己要觉悟啦 自己要断恶修缠啦 古代帝王啊 带头座啊 那全国就 效法啦 这个就是具体的守护正法 我们这一生来到世间干什么 就是为了续佛会命 弘法立身 这就是真正的守护正法 续佛会命最重要的是要有传人 培养人才是低庄大事 像前几天啊 这个陈德法师也到我们台北双西小卒 来小住了五天 我也跟他谈了很多 也是谈到啊 这个续佛会命守护正法 要培养传人了 要有接班人了 那我们 牢上 我们书上的 今年九十六高龄了 我自己也七十二岁了 小小师父二十四岁 也是老人了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任务啊 就培养接班人啊 培养下一代的 这个传人了 培养人才了 这个是我晚年啊 地庄大事了 要做的地庄大事 那再来就是自己啊 练佛求往生西方了 这个是人到老了 要把这个列为啊 主要的啦 一个培养人才 一个自己练佛往生啦 守护正法 那么现在呢 要守护正法 必定啊 培养传人 培养接班人 培育这些人才 这个是守护正法 九 念十方佛 我们遇到困难障碍 求谁帮助呢 求十方 诸佛来帮助啊 求阿弥陀佛帮助啊 我们一般讲 求佛力加持啊 中国人啊 信观音菩萨的人多 行 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求观世音菩萨帮助 可以 跟念阿弥陀佛都可以 这个是很普遍的 最近我们这个 中华民国观音菩萨学会啊 也在制作一些影集啊 就是寻找观世音 那么这个拍的呢 就是观音菩萨呢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生活化了 观音菩萨呢 处处献神啊 千处祈求千处应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献什么神而为说法 希望我们同修啊 这个这个 可以看看 现在好像拍到 第四集了 那么在 今天啊 还要再介绍一位 就是 委陀尊天菩萨 这个试验啊 我们大家都 这个 都很熟悉啦 特别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传统的试验 一进三门 我们第一眼看到是 布袋和尚的像 就弥勒菩萨化身 弥勒菩萨 那两边啊 左右两边啊 是四大天王 那弥勒菩萨呢 的正后方啊 他就是这个 尾头菩萨 尾头菩萨呢 就拿这个金刚柱 有站的 也有做的 像冬天木山 他是做的 那一般都是 站的比较多 有合掌的 有放在地上的 那么尾头菩萨跟 弥勒菩萨呢 他是背靠背 尾头菩萨呢 他面向大雄宝殿 那么尾头 是护法啊 另外还有 截然圣众 是关公啊 在中国的誓宴啊 他发现啊 要扶持佛法 这两位都是护法 那么 截然圣众是 中国佛教誓宴的 护法 那尾头就是 经典讲的 护三大洲啦 北济如洲没有尾头 那边没有佛法嘛 他就不用去那里护啊 护持啦 所以 我们 也要念啊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护法 委头增天菩萨 来护持正法 前面讲守护正法 这守护正法 实在讲啊 要念委头菩萨 来护持啊 委头菩萨是护法的总代表嘛 那我现在呢 年纪大退下来 那天又跟成正法师讲 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是退下来做护法了 那委头菩萨呢 就是我们的领导啦 来护持正法 化解障碍 让真正有心修学的人啊 有个安身修道的处所 现在我们双膝孝竹啊 也提供给真正有心要学传统化 学佛 学讲经的人 要修行的人啊 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山上啊 没有污染 很清净 空气好 水质好 那么这个是现前啊 也是有迫切需求的 那我们现在呢 来做这个事情 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的主要工作 从红法退下来做护法了 这也是以前 我们敬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的 我们现在呢 退下来做护法了 来帮助这些红法的后继人才 这样啊 我们求十方诸佛 求观念菩萨 求五度护法 决然慎重 来加持 也必能啊 达到我们敬老和尚 这个红法的悲愿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逆流石经我们就学习到第九 第九 下面呢 还有一条啊 观罪信空 我们下一堂课 下一堂课啊 再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